最近美国移民安置战的恶劣条件不断地遭到曝光和批评 特别是被关押儿童的境遇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当地时间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一些曾经亲自走访移民安置战的人 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情景 移民律师霍普·弗莱还说 安置战里的孩子们根本吃不到有营养的食物 甚至吃不饱 6到12月大的婴儿根本得不到他们能吃的婴儿食品 此外来自一家人权组织的负责人 批评了美国政府针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由于美国收紧移民政策 限制申请庇护的人数 审核手续的处理时间延长 导致移民安置战出现人满为患的状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 美国政府内部监督部门6月派出调查小组 对五处非法移民安置战进行了突击检查 发现这些设施非常简陋且拥挤 例如本该容纳1500人的安置战 却容纳了1900人 其中包括400名儿童 而被检查的五处安置战中 有三处没有洗浴设施 不提供热饭 卧具和换洗衣物等 另一方面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周四谴责了一项预计在本周末 开始进行的执法行动 该行动将针对美国全国范围内 非法入境的移民者 这一行动也引起了移民权力 以及倡导者们的愤怒和担忧